黃國昌真的是 只有黃國昌可以超越黃國昌 為什麼 黃國昌的臉書剛剛寫了 自由時報是台灣版的人民日報 自由時報是台灣版的人民日報 要再告他 只有黃國昌可以這個等於說 這個超越黃國昌 是我在自由時報 待了23年 13年前我自由時報提前退休 自由時報當時變成台灣版的人民日報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啊 然後呢除此之外呢 為什麼覺得好笑 因為在過去呢 足以西報都是跟黃國昌 相提並論 這個是忠實報系的新聞 然後呢 緊接而來也包括 都是這也是忠實報系 因為忠實報系最討厭黃國昌 跟一個打官司之類的 都是跟足以西報 黃國昌都是跟足以西報 畫上等號 今天黃國昌直接罵說 他是台版的這個 比如說人民日報 無比可笑 不過也不要覺得黃國昌這個什麼 這樣的一個等於說相關的 你會覺得怎麼樣 不會耶 為什麼 各位 2018年他曾經說 護困局的官司為什麼拖十幾年 裁判這樣而已 然後呢 大家盯著點 不可以讓他去外衣間 然後這2018年 結果結果 2021年也發了權貴犯罪果然不一樣 又可以到外衣間 又可以假釋 然後呢 黃國昌痛罵了一頓 然後沒多久 各位 就是黃國昌的頭 被他眼中罵了這個權貴 給摸頭了 真的是黃國昌嗎 很簡單嘛 對 這就是黃國昌嘛 很簡單嘛 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是非這個標準 可以完全這個倒轉顛倒 在我們台灣 我們有言論自由 有民主自由 但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不是你黃國昌去爭取的 我都撐住了 是經過多少民主前輩 拋頭爐 灑樂血 甚至於因為這樣子 家破人還被判死刑 等等去爭取來的嘛 今天的黃國昌 變成否定了昨天的黃國昌 我們到底要相信 哪個黃國昌 所以才短短十年 竟然一個人 他的人格 可以分裂成這個樣子 而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最後黃國昌 會不會跟他的組織 看著翻臉 讓我們走著瞧 對 現在台灣的氛圍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是非黑白 是不是都已經顛倒了 那既然就是說要藐視國會 那藐視會行不行呢 但好像又不行 因為藍白的這些縣市首長 他們也不答應 那你說藐視國會 徐曉晶那天就講了 通過的都是垃圾法案 他還在後面睡覺 那所以這是不是藐視國會呢 魏瑞怎麼看這樣的情形 因為我們看 格魁 卓榮他已經第一次到這個 立法院了 結果呢 國民黨立委是全部退席 那這樣子是有尊重嗎 有藐視國會嗎 他們今天都有穿西裝 都有穿西裝 非常的尊重 那只是 人不見了 行政院長要做施政報告 一個都不想聽 跑光光 然後呢開會的時候呢 我們家還有記名表決 我們還講說 今天怎麼不舉手啦 那個舉手表決 不用負責啊趕快 反正 坦白講 這一屆的國民黨的委員 就如同有些媒體人講的 大概是見過 同事我也不想講太難聽的話了 點到就好了 但我現在要講喔 剛才我們描述的 不管是廢監察院啊 或者國會擴權啊 或者地方議會 到底可不可以擁有 這樣子的藐視議會啦 一直到傅崑崎啦 一直到教授啦 包含罵自由社 這些過程 你看到好像不同的事件 後來發現它有一樣的本質 這個本質都是權利 無關理念 全部的事情 都是在擴大自己的權利 就像魔戒 咕嚕上面那個戒指 然後呢 去除對自己的監督 跟自己的限制 比方說 國會擴權 你有沒有說聽過國會改革 改到最後 留意大到天爺那邊 留意可以處罰罪 法院傳你不到罰三萬 立法院傳你不到罰十萬 是什麼道理 而且法院是罰一次 立法院是連續罰 就沒道理 擴權 我要查 我可以調資料 我可以約詢 我可以聽證 然後呢 該不該罰你 該不該把你抓去關 用表決的 我們台灣的法律 法定原則 你要把範圍定罪的條件 證據什麼都要弄好來 現在是用表決 可以決定有罪 法治變人治了 我那還看完就要說 那以後我們過半 我就定一條法律 這個舉手表決 就可以把有一個立委說 這個人沒資格 讓我們同事 舉手表決把他趕出去 到最後只剩一個黨 這個就荒謬的跟權力有關 那為什麼他們喊 傅崑奇跟黃國昌 都講要廢監察院 我們先不講 那個五權憲法什麼的 我個人是支持廢考監 到三權憲法 他們是四權憲法 他只廢監院 為什麼 跟權力有關 因為監察院如果廢掉 他的權力是來到國會 廢掉考試院 這種權序人士考試 會去到行政院 那不是他們的 他就不去 所以就跟權力過大有關 比方說國民黨的地方政府 支持立法院擴權 卻自己呢 無視地方議會 徐政會是藐視花蓮縣議會 傅崑奇當花蓮縣長的時候 議會質詢他誰鳥你啊 所以也是跟權力有關 然後呢一百多個大學 包含中研院的法學教授 連署 這一連署是對他的制衡 黃國昌一句話 那是派別不同啦 他們是雙標啦 就把你貶疫掉 然後呢全國律師公會 臺北律師公會 到今天兩百多個職業律師 連署說 這是一個機會 當行政院副議的時候 請國民黨民眾黨立委思考 收回去重審 因為這個法太粗糙了 法官沒辦法判你知道嗎 是 比方說講說 這個列為重要關係 你如果沒有講的話 你做虛偽陳述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若是法官 第一件事情 什麼叫重要關係 你沒辦法定義啊 什麼叫虛偽陳述 沒辦法定義啊 那我怎麼判你 然後呢 一個立委質詢 我可能有十個問題 我都認為你這虛偽陳述 那是連續罰 一個公務員可以被我罰十年 所以那現在行政院就要提複議嘛 但是呢我們看到 這個民眾黨立委張祈愷就說 你這會加劇朝野對立啊 立願息事 你也看得出來 複議案過的可能性不高啦 那當然卓榮泰說不一定啦 那我不知道卓榮泰 他是哪來的事情 覺得是怎麼樣 民眾黨有人會支持複議嗎 張祈愷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那還有一些國民黨立委 都講類似的話 他說啊 你看票數也知道你不會贏 你知道民眾黨自己 都把它歸在藍軍耶 還沒有投複議 你就說你跟國民黨在一起 這是第一 第二 不講道理了 只講 我們如果民主政治到最後 反正我票數贏你 我都不講道理了 人民會制裁你的 所以一樣啊 為什麼委員會不讓我們發言 你知道他們的邏輯是什麼 你們講的都那一套 我們也不會聽你的 乾脆不讓你講 你知道獨裁是從這裡來的喔 是 登記發言 登記發言呢 你們一百個五十個 講的都一模一樣 不用啦 給你一個三分鐘就好了 這樣很糟糕 你知道民主政治就是 我再怎麼不想聽你講的話 或者我再怎麼覺得你講的話 沒道理 我都要保護你這個權利 所以複議是這個 是提出來權利 憲法設計行政院複議權 其實有它的道理 就是這個法丟出來 百姓憤怒成這樣子 那藍白現在是怕 你們行政院提複議是不是 不然幹嘛 就說你不要提啦 這樣加劇朝野對立 朝野對立有差嗎 已經對立成這樣了 第一個提回來 你們再想一下嘛 如果想一下 回到委員會重新審 最後表決你還是會贏 社會的壓力會降低 搞不好你就借了 救了謝國良或業員資嘛 那如果你還是丟回來 一樣懷罰給你 就要標館 不要牽上去 那他們擔心立法院 在被包圍 後面還有憲法法庭 所以參加青鳥行動的 年輕朋友們 不要失望 你們站出來有極大的力量 這兩天我們在開會 就感覺到那個氛圍的轉變 那未來不管是在 憲法法庭前的暫行 這個暫行 這個處分 也就是暫時凍結這個條款 到憲法法庭裁定之後 才決定施法實施 還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回來講就是說 現在的立法院呈現的就是 他要把台灣變成一院制 就是就立法院最大 立法院最大 行政院聽我的 部隊聽我 通通聽我的 而一院制這個制度 如果背後還有境外勢力的時候 那就是走向極權 走向香港化 我們擔心的是這個 各國的國會議員 擔心的是這個 國際媒體擔心的是這個 經濟學人說這會影響投資 這會影響台灣的投資的平等 然後就被黃國昌罵到說 這個媒體水準沒稿 王鴻威講什麼你知道 你們聽到裡面吐血 他講為什麼釋憲要交給 沒有民意基礎的大法官 我一聽我完全不會回答 釋憲不給大法官 這也是讓人家昏倒的一種說法 那再來國際媒體的解讀 經濟學人就說 部分台灣的民眾擔憂 被立委出賣給中國 然後黃國昌就說經濟學人 在自砸招牌啊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去看 那個什麼卡提諾狂新聞 吳政卡提諾狂新聞 真的有這麼公信力 是大於經濟學人 我從頭開始講了 就是現在藍白提 這個國會擴權法案的荒謬跟矛盾 其實現在有一個最好人 可以顯現出來 就是台北市長蔣萬安 因為昨天苗布亞在議會質詢他 就是說市長這個現在 在立法院過這個調查權的相關法案 那你認為我們議會 要不要也定一個藐視議會罪 那其實之前已經有國民黨議員 在總質詢的時候問蔣萬 怎麼看現在國會 你也當過立委 通過這個未來官員 如果說謊罰20萬 反質詢罰20萬 蔣萬怎麼看 蔣萬說這我支持 那昨天苗布亞問說 那我們議會也來定一個 這樣的法案好不好 蔣萬突然就有點卡住 就說這個要看議會 看議會啊 這個是議會要定規則 我尊重看議會怎麼定 那沒有就說 市長你這樣子是拾問虛打 閃躲 因為我在問你的態度 你跟我說 那看議會的想法 可是我現在是問你 就連問了三次 蔣萬大還都說 這個看議會怎麼定 直直吳吾 對 直直吾吾 後來台下包括李四川 這個官員 大概都有點笑出來 但事實上這就凸顯一個 這個反而本身的矛盾 如果國民黨一直在告訴大家說 喔 調查權真是個好東西 立委應該有更多調查權 那為什麼不給地方議會 讓議員也有調查權呢 對不對 就是國民黨一直說 我們要查幣 對不對 今天這個傅崑錫在問 卓翁太也一直跳針嘛 立委長你是不是查幣 要不要查幣嘛 要不要查幣 好 那如果國民黨認為說 要查幣 就是要給立委更大的權力 那地方議會不用查幣嗎 地方政府也很多弊案啊 像國民黨自己不是也在追 台北市柯文哲的金華城案嗎 郝龍斌跳出來說太誇張了 我任內是寸步不讓 從來沒有把容積放水給金華城 沒想到柯文哲任內竟然 哇 送了上萬坪的樓定板面積 天大的弊案 這國民黨的態度嘛 那問題是我們看到 議會現在也組這個金華城調查小組 可是柯文哲的副市長彭正森 調查小組約了兩次不來啊 沒有強制力嘛 人家不用來啊 那既然國民黨認為 未來立法院這個只要立法院調查 就組起來 你不來我就要罰你錢 那為什麼議會也不一定個 這個好規範呢 把柯文哲的彭正森叫來嘛 這個東西這麼好 為什麼不要呢 所以看起來 這是很明顯的前後矛盾 第二點是說 我們看到說現在非常多 這個專業人士 都跳出來反對發聲了 包含剛剛講到 台北市 台北市律師公會 全國律師公會 都之前都連署發過聲明反對 再來 全國現在超過100名以上的 法律的專業學者 甚至包含我們中研院 法律所的研究員 蘇彦圖廖廖福特 都站出來說 這些擴的一個國會擴權法案 很有問題 那今天最新是超過200位律師 也連署說 這樣的法案真的有重大瑕疵 退回去 行政院退到立法院 復讀立法院真的應該重新討論 然後包含我們的很多 國際知名的媒體 這個經濟學人 說這個國會擴權 台灣過了這個法案 我們要重新評估一下 台灣的民主指數 這裡面有可能有問題 那包含這個外交家 The Diplomat說 這個可能是給中國 可能台灣過了這個法案 北京會感到很開心 所以你看嘛 如果說這真的是一個好東西 過了之後 不是應該大家全部歡天鼓舞嗎 對 但我們只有看到 藍白的立委說 讚 台灣民主向前一步 可是我們看到法界 包含學界 包含業界 包含所有外媒 這些國際上知名 重量級的媒體 現在都是認為 這個法案有很大問題 所以到底怎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我看不到說 怎麼沒有法界連署出來 聽說這個法案真的很棒 未來可以幫台灣民主更深化的 你是看不到 完全現在看不到 有任何相關的法律界 不論是學者 不論是業界 有人敢站出來連署 因為這東西真的太有問題了 他們說不過去 對 所以這樣講到第三步了 所以因為這個現在大部分 各界一片的專業意見 外媒都說這個法案真的很爛 黃國昌面子掛不住了 所以他只要跳出來 他就說黃國昌怎麼講呢 說經濟學人 如果說這個台灣國會改革 過了一個法 未來到國會說謊要關一年 那真的是自砸招牌了 我看到我也嚇一跳 黃國昌怎麼會這樣講 因為來我手邊 這就是這禮拜二過的三讀的條文 一個字白字黑字很清楚嘛 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職學時 與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 就說謊不誠實 那就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藐視國會罪白紙黑字 這就是藍白過的法案嘛 所以這就是鐵真正的事實 哪裡什麼自砸招牌 人家就點出了你的弊病 人家就戳到你的痛點 黃國昌無法回答 所以馬上轉移話題說自砸招牌 所以現在基本上黃國昌這個言行 他甚至不只說經濟學人自砸招牌 他還說我推薦大家看卡提諾狂新聞 那一出又是所有人網路上大家都驚呆了 因為經濟學人是一個到現在 不只包含他的國際上地位非常崇高 甚至連馬英九當年當總統的時候 經濟學人已經罵過他Bumbler 但是要專訪他馬英九還是接受 因為他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媒體 再來經濟學人成立到現在已經超過180年 一個成立超過180年的媒體 2002年的時候全球的營業額 是超過2億英鎊 就換算台幣超過100億以上 一個雜誌賣到超過100億台幣啊各位 這是一個多麼樣權威重量級的媒體 那黃國昌竟然說這個媒體沒什麼公信力 大家去看臺灣網媒 說自砸招牌 丟臉啊 所以現在真的網路上大家一片驚呆 你看有人做這個梗圖了 就說這邊右邊就是黃國昌 左邊這一個就是經濟學人 這是網路上一個迷因圖 就說黃國昌跟經濟學人說 誰是最棒的知識媒體啊 經濟學人就想說一定是要肯定我了 沒想到黃國昌說是卡提諾狂新聞啦 經濟學人就惡夢驚醒 所以這就網路上現在大家都覺得說黃國昌怎麼會講這種話呢 卡提諾狂新聞ok啦 他就是一個媒體 但是他基本上是以搞笑做趣味的短影片起家的嘛 你去比他說一個英國這麼老牌 國際上所有人都肯定的說他比這個經濟學人更有公信力 那是笑掉大牙嘛 所以我最後在這邊跟大家講 為什麼黃國昌現在要做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黃國昌現在事實上 他是要仿效柯文哲的戰術 把自己成為小草的教主 可能未來要取柯文哲代之 那我們知道當一個人要把自己打造成一個 不再是一個政治人物 而是一個宗教領袖 是一個喪人 是一個喪屍的時候 很多步驟 你去看那個邪教團體 他會都有些指引 當出現這些特徵 這個團體可能是宗教的邪教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邪教團體 邪教的教主一定會叫他的會員說 外面所有人講的話都是害你的 你通通不要聽 他們講的話都是錯誤的 只有來聽喪屍的 只有來聽喪人的話才是唯一的真理 黃國昌現在就做這件事情 他現在告訴大家跟這些小草們講說 這個什麼經濟學人 外交家 這些通通不要看 他們講說錯的 因為他們罵我黃國昌通過法案 這個卡提諾狂信聞說 他的觀點是支持我的 所以這個就是好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黃國昌現在已經在洗腦他的小草們 叫大家背棄一般社會上 我們所認知的道理 背棄一般社會上的權威單位 只要聽他黃國昌一個人的 那第二點就是你看到 即便是經濟學人指出這個法案必定 白紙黑字 說就是會觀一年 黃國昌有回他條文嗎 黃國昌是康乃爾大學法律博士嗎 照理說你應該要很專業的 依法論法說 沒有 我們這個法條定了 不會有這樣的後果 但是他有嗎 沒有 他只有做人身攻擊 說自砸招牌 笑死了 大家去看卡提諾 為什麼 這就是他必重就輕 所以這就是第二點 就是現在一個教主 他是不會把話講死 因為如果他跟你進入實質內容討論 他很可能會被人抓包 會被人戳破 說你講的錯了 你的論點站不住腳 所以他現在都用一種非常曖昧模糊不清的話術 所以其實像現在網路上大家也有整理 就是說我們發現黃國昌很常講一句話 這個話就是 好 這個我們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如果以後呢 你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你要分享你的意見 然後你想要讓自己聽起來很有權威 很高深 很這個高深莫測 別人都摸不著頭緒 你要怎麼講 你就是發表完你的意見以後 在後面加一句 然後眉頭要稍微一點皺起來 感覺很多思緒在轉 我話也不想講太重了 我就點到這裡就好 然後最重要講完這句以後 後面他再加一個 然後嘴巴抿起來 感覺真的 很多話要想講 但我忍住 我話就講到這裡就好 這樣馬上一個很裝逼的感覺出來 高深莫測就對了 你看 我跟他講 黃國昌戰術 例如說我們看 我現在就中江 要是以後臺灣最前線 沒有一到五都發我通告 我可能會採取一些行動 我話不想講太重了 講到這裡就好了 有沒有 好像講了什麼東西 我好害怕 不是你小禮拜都不見了 對 所以這就是黃國昌現在的話術 他很喜歡講這種 真的大家去看他直播 他很常講這種 要不然就是說 懂的人就懂了 不懂的人 我們也不用講太多 他到最後事實上回答什麼問題嗎 完全都沒有回答 所以黃國昌現在事實上在推行一個 很反制的運動 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喪人邪教教主 把所有小小洗腦 呼籲大家都不要去聽現在法律學界 然後外媒大家對臺灣民主的擔憂 只要聽他一個人的 這就是一個政客往獨裁者前進集權的過程 是 但是黃國昌這種說法 到底真的能夠吸引多少人相信他的話呢 很明顯都已經事實擺在這邊的 通過的法案就是如此 侵害人民的權利嘛 違憲嘛 來 傑民哥 那到底黃國昌的信徒還剩多少呢 真的還有這麼多小巢要去相信他的話嗎 這我們看時間一定會證明 黃國昌畢竟他是累積他的所謂的倉粉 沖粉已經留很久了 所以慢慢的我們來看他的什麼消耗 不過有一個人真的就直接學他的說話 就是劉雨 我們剛才說其實黃國昌最喜歡的說法就是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提拔講一大堆之後最後結論一定是 我話也不想講太重說到這裡就好了 結果劉雨就把他學起來了 那劉雨最近要出國他說他有件事放不下來 因為國昌都說他的拆除執照已經拿半年了 所以他還想知道到底他房子猜得如何 就是這個是劉雨嘛 這就是黃國昌的房子呢 結果他發現到件事到目前為止 還是帆不為期來而已 那當然這個劉雨就替他說可能是缺工啦 那在2023年10月7號說 不是要拆乾淨嗎 在2013年11月3號又說我已經拿到申請執照了 到了2024年的5月3月4月1號說 我已經拿執照過半年了 那最後結論我話也不要說太重說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黃國昌嘛 但你知道黃國昌為什麼對經濟學人特別有意見呢 因為經濟學人點出了一句話 這讓黃國昌一定很丟臉 經濟學人說 包括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赴坑齊 與中共官員關係親近 這一句話就是經濟學人的內容 恐怕讓黃國昌會覺得非常的難堪 因為這代表事情是 整個動作我們都知道 就是黃國昌加傅坤齊 所以傅坤齊跟中共官員很親近的話 那請問一下黃國昌你的角色是什麼 就答案就很清楚了 這句話那你說經濟學人 他你說你經濟學人的內容 基本上他說這個是雜品牌 天啊你再挑戰一個180年在國際間知名的雜誌 基本上我們以前在這個財經界的時候 每個月必讀的就經濟學人雜誌 提供國際的思維 然後你跟我說 這個國際間最好的一篇雜誌 在他眼裡是要被踐踏的 那你黃國昌算什麼 不過我要說一句話 黃國昌的特質呢 你問他這句話他一定會說太離譜了 這個經濟學人怎麼樣 我講話只要在這裡點到為止 但事實上我必須說一句話 這件事情讓黃國昌以後去不了美國了 你知道到美國可能大家都會非常的討厭他 就是剛才所提到的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說的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 這個對大部分台灣人來說可能比較陌生 但我跟大家講一句話 這個協會在美國 它是一個重要的華人組織 他們甚至能夠拉比到這個國會的這個權利 他們是結合了在台灣在美國最優秀的教授所組織的 不論是資格大學或者你說Harvard 這些有品牌的教授所組織的這個協會 他們強調一件事學術無國界 但是有國家 就是我們可以在國際間做任何的文件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黃國昌被拿掉這個 這個是而且他拿到是第一屆的 第一屆的 第一屆的 那拿掉的意思代表一件事情是 全美國的這些所謂的具有知識 而且是所謂就是大學裡面第一品牌的教授 對黃國昌的唾棄 被拿掉是一種羞恥 是一種恥辱 這件事黃國昌敢回答嗎 太丟臉了 但是我們要說一句話 對黃國昌而言來說 他有什麼事情做不到 現在目的很簡單嘛 黃國昌做這麼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他只要捧著副困器大腿 想辦法有沒有機會去選這個新北市長 是他目前要做的事情 因為他再過一年多的時間 他也就沒有立法委員的工作 但我們要強調一件事情 民眾黨再繼續這樣搞下去 請問一下黃國昌說一 其他七個立法委員如果跟著說 那人們對民眾黨的看法是如何 我認為經濟學人這篇文章只是開始 而且今天黃國昌公然挑釁經濟學人雜誌 我相信現在在這個X 就是我們說那個以前 就是我們說X頻道裡面 已經很多人在討論 他對經濟學人評論 經濟學人一定會注意到黃國昌 我很不希望哪一天 經濟學人針對黃國昌 發表一篇完整的文件 那我要說一件事 黃國昌你紅了 你紅到全世界都知道 你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被判民主 而且被判民主的時候還自以為是 是 委員你要補充 我講一下這個NAPA 這個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是在 因為我常常在一起活動 1979年12月10號 美麗島事件後的隔年1980年成立 所以他不會自稱自己是華人組織 他是一個台灣人的教授協會 他在十年前頒的這個獎 第一次給了兩個人 一個叫史明 一個是黃國昌 其實我知道他們的心情 有幾個是哈佛教授 那個史教授他們 他們其實 一個是感謝史明長輩 一輩子的堅持 一方面其實是對黃國昌 無限的期待 那個是一個疼心 因為以前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 論長久的付出以前不知道 但是黃國昌那時候他們是 寄予期待的 他們昨天把開了 徹業的會把它收回來 其實是帶著很心痛 而是說 你才會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你已經不足以代表這個獎 所以要把它收回來 所以這一群來自於 北美洲第一流的學校的教授 他們把這個獎收回來 其實坦白說 我不知道黃國昌會用什麼話 去回對他們 五夜夢回的時候 當你追求魔戒 變成咕嚕的形態的時候 總會照鏡子看一下 當時這些人怎麼樣子培養你 怎麼樣子仰望你 然後你現在 讓大家罵出偽君子三個字的時候 其實罵你的人心會痛 是的確 一三用怎麼觀察 現在黃國昌 他的學術地位 各方面其實 跟過去已經完全的不同了 那現在呢 他對於這些 包括他的信徒們 包括他的這些 他的追隨者 到底還要拿出哪些 可以讓這些人來信服嗎 對 拿經濟學人 跟所謂的卡迪諾相比 就好像拿202位的 法律學者的意見 跟館長那一通電話 背後的100萬人相比一樣嘛 叉叉逼夾腿嘛 美國前總統川普呢 他日前說了 如果說中國在他任內呢 入侵台灣 他會轟炸北京 作為回應 然後呢 中共的這個 國防部發言人 真的有點嚇壞 他說這是非常 喪心病狂的這個 這個作為 一三中怎麼看 如果老共打台灣 難道就沒有喪心病狂嗎 老共打台灣這件事情 其實川普這句話 是爆炸性發言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你就看到美國人 說真的台灣人 對中國的善意是高的 美國是每次調查 都八成五以上 對於中國人 是相當的仇恨 所以他們現在在選總統嘛 川普當然要用一個比較激進的發言說 只要打台灣 我就炸北京 這樣的話術嘛 不要忘記了 當初川普還講了什麼話 川普還說要克 所謂中國的電動車 百分之百的關稅 不管在經濟上面 或者是在軍事上面 不管是川普當選 還是拜登當選 其實對中國的態度都一樣的 因為民主國家必須順從民意 只有台灣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還跟國民黨 跟中國在眉來眼去啊 不是嗎 那你有對台灣的名義嗎 也不是 他們對外也不敢講 就偷偷摸摸地去見習近平 這個不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的表現嗎 但是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打台灣這麼困難 打台灣第一個困難是 因為台灣海峽非常寬 洛曼地登陸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啟示嘛 三分之一洛曼地所謂的英吉利海峽 只不過是三分之一的台灣海峽寬度 就犧牲了多少的英軍 你要等於是要更多倍數的軍力武力人員 來做所謂的跨海作戰 才可能所謂的登陸台灣海峽 不要忘記我們西海岸 全部都是所謂的肉桑館 就是那個那個防波堤 這些防波堤其實都是非常好 在沙灘上面的防禦公式 包含我們的首都是一個盆地 你要進行斬首行動 或者是要進軍首都的時候 你要打一激烈的巷戰 而且我們的關渡平原 其實保護了所謂的 整個的台北市的盆地 為什麼關渡是那麼重要嘛 因為關渡腳一炸下來 就是最好的防禦公式 那你進入到所謂的首都 你要有更激烈的巷戰 這些都是所謂解放軍 如果真的要攻台 說真的比在台灣海峽 要蓋所謂高鐵還要困難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中共最大的軍事的威脅 就是所謂的圍堵 他們進行的這個所謂的軍演 而這些軍演到最後 中國網民最近中國股市 因為這個軍演大跌 所以中國網民在TikTok 抖音裡面直接講說 到底是我們在演習 還是台灣在演習 反而台灣的股市 因為中國軍演不斷上漲 中國的股市 反而因為他們的軍演而下跌 這代表台灣的明星反映 台灣明星 已經對中國的所謂武力軍演來講 已經不害怕了 我們做好最完整的新房 但是反而是中國人 對於所謂的攻打台灣 這件事完全沒有信心 是鐵委員怎麼看 川普這句話 對於老共來講 是不是有產生足夠的威嚇力 我那天在立法院的國防外交委員會 質詢林家隆部長 這個問題 你知道 他是在24小時內 兩個人分別講話 拜登以總統的身份 第一次參加西點軍校的畢業典禮 他在上面這樣講 他說 美國會為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 挺身而出 這句話聽起來平常 可是他下一句講說 美國一直以來是勇於為盟友出兵動武防禦 隔不到24小時 川普在募管參會講說 如果這個俄羅斯 這個已經發生了 俄羅斯攻烏克蘭 我就會炸莫斯科 但是現在如果中國敢打台灣 我就炸北京 他就轟炸 川普是講的比較直白 他講的是比較誇張 就是炸北京 然後更好像是北京馬上反應 北京反應 北京沒有對拜登那個反應 他先對川普反應說 喪心病狂 你北京一天 中國一天到晚威脅台灣 這一段瞄準台灣 還射過台灣的頭頂 如果說川普這個 用嘴巴講說要炸北京 叫喪心病狂 你們就喪失一群 所以這個事情 值得討論的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 共和黨民主黨 兩個黨的總統候選人 兩個都有一個要當總統 總有一個當總統 我不介入美國內政 尊重他民主的選擇 但是當兩個要選總統的 講出類似的話 第一個代表的是 美國的主流意見 因為他要選票 講這個有選票 代表美國的民調顯示 美國的一般社會大眾 是站在台灣這邊 認為中國是在威脅侵略台灣 第二個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 這兩黨做不好的 有打架 他們在眾議院有打過架 所以兩個高度分歧 光援助烏克蘭法案 可以在那邊省了半年 拖了半年 可是卻在台灣的安全議題上 有高度共識 這也就是麥考爾來台灣 代表兩黨 第三個 最重要的是 可不可以詮釋為美國的戰略 模糊走向戰略清晰的調整 這個就要看拜登 因為拜登是現任總統 拜登在處理台灣安全事務 以及NDAA 美國的國防授權法案 以及台美相關的訓練防務上 已經走向戰略清晰 要讓北京知道 台灣的安全你碰不得 而川普在他上一屆任內的最後一年 也做了類似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詮釋為 美國行政部門 對台灣安全的態度 越來越走向清晰 這對台灣的和平穩定經濟繁榮 都是很大的幫助 的確 美國對台灣的 這個防衛台灣的態度 如此的清晰 那只說國內的 再也不知道要如何看待 明顯你怎麼看的 川普都講這種話 那你們國民黨的 對於美中台三方 要怎麼看待這樣的情勢發展 當然對於兩岸兵凶戰危 甚至發生戰爭 不要有那麼一天 那我期待 誰說期待 真的要發生那一天 川普真的去炸北京 都希望這些劇本不要發生 不過剛剛 我可以說的是屬性 美國現在總統大選 美國內部的民眾確實 反中仇中氣氛很高 所以不論是川普 不論是拜登 都是對於北京不好的 這屬性 這也事實 所以老講你不論是美中台 是怎麼樣 就是說身高老共 對於出兵 或對於說對於侵犯台灣的成本 你讓他聽到讓他撞不到 不會說輕易進犯台灣 這事實 所以我就說 啊 想那個 剛才藝衫在說是不是 藍白一定要北京昌和 又去見習近平 變成在地協力者 我覺得那講那些話多說無異 我覺得你在說的 說自己送的 然後我想說台股連續三天下跌 就是國民黨藍白在害的 我覺得有點誇張 藍白在害我今天來錄影之前 我看股市跌得很兇 我有進去搶 你說我也是在地協力者 你說這樣 所以如果下禮拜又漲回來了 所以我就不要 經濟有他的經濟因素存在 包括美股昨天 美股也是連續三天跌很兇 美股包括道瓊 從四萬跌到三萬八左右而已 你說那個有沒有國際因素 還是他內部的因素 人家歐洲三位有沒有提出警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因素真的要切開 至於說台美之間怎麼去互動 我覺得對在野黨 對國民黨 甚至對民眾黨來講 美國支持很重要 那對在野黨 還期待講說 兩岸之間還是要維持一個對話 你們覺得兩邊是 都可以討好嗎 為什麼說討好 美國支持是維持台灣安全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對在野黨來講 還是希望兩岸之間 有對話溝通的管道 避免差向走火 你黨議員這也是跑外交部的記者 我印象 你知道麥考爾那一天參會 這對外沒有人 麥考爾在參會的時候 想要問韓國瑜說 國民黨那麼多立委 跑到中國去幹嘛 他想問這個問題 是麥考爾親口講的 所以我坦白講 有一些分析會印象 我也贊成 未必全部都這樣子 但那個印象其實來自於 國民黨某些意見領袖 做的行為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散佈一些疑美論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跟大家講 拜登其實是 應該說他是做到很明確了 怎麼說 大家知道印太司令 現在軍階又在升高了 也就是說將來 如果中國真的要對台灣蠢動的話 他不必報到美國本土 他直接就可以下令反擊 然後甚至於美國在菲律賓距離台灣 不到160公里的地方 又建立了攤頭堡 那就是說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內 北邊有宮古海峽 南邊巴塞海峽 一個日本 一個菲律賓 那當然美國 台灣 就聯手在威責中國 這是實打實的 而川普的 川普對老共 最頭痛的地方是怎麼樣 你撈麻生 我比你大聲 我滾頭部比我大顆 我覺得習近平 要比象牙比不過川普 我告訴你不用講什麼 習近平 大家還記得嗎 那時候川普在任上的時候 習近平第一次到美國去 到他的海湖莊園做客 兩個在吃牛排 川普說 我剛剛 對敘利亞發射了50枚戰斧飛彈 你習近平你敢吃下去 一輩子忘不掉 也就是說川普是不可預測的 所以你不曉得川普會怎麼樣 他如果真的跟你來兇 你怎麼樣 我告訴你 就曾經有過 中國在海上在那邊演習 你知道那時候美國幹什麼事嗎 你的航空不敢 直直開過去 中國就讓開了 所以 川普也就是說 我就來跟你放狠話 我就來跟你用狠的 那不管說你是用軍事聯盟的威責 因為我說川普的不可測 但是確實他是對台灣有史以來 可以說美中關係翻起了新業 然後對台灣 他銷售最多武器 也通過最多友台發言也是他 所以無論是川普或者無論是拜登 我認為這種美中對抗的態勢 都不會改變 但重要的一點 最後重要一點是 人民要團結 那請民眾黨跟國民黨 你們不要再散佈以美論 你們也不要在社會國際上 製造一種 台灣要走進中國的這樣的形象 這對台灣是最大的危害 來瑞克 怎麼看美國智庫都分析了 中共解放軍 這個要打台灣面臨的五大困境 請問一下我們有 針對中共什麼發起什麼聯合利劍 什麼有的沒的 今天還故意什麼ECFA 早說清單又一百多下制裁台灣 取消優惠關稅 我們有沒有罵過中共國台辦 還是中國共產黨習近平 喪心病狂 有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 即便我們很生氣 但我們沒有罵他喪心病狂 川普不過講一個 如果你老共攻打台灣的話 我就炸你北京 喪心病狂就出來了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會怕啦 會怕會害怕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我們說我們飛彈要打過去 他一點吃之以鼻 我們沒先打去已經不錯了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你面對是一個狂人 是一個 這個川普是一個 完全沒有辦法捉摸的人 他跟你說如果你打的話 我真正跟你打到北京 他會怕嗎 他當然也會怕 嚇死了 各位習近平跟川普 那麼那時候初次見面的時候 那一次你還記得嗎 一起吃飯吃牛排 然後習近平在切牛排的時候 川普拿個紅酒過去敬酒 敬酒的時候 順便拆在耳朵旁邊講 就在剛剛我已經下令美軍 發射幾十枚的戰斧 徐立飛彈去炸 我忘了是敘利亞還是南國 我家好像就炸了對不對 那個習近平的那個表情對不對 那個表情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告訴你 習近平也是一方之霸 我說彈北的嘛 現在大概 現在以前是要喊這個普丁老大哥 現在是普丁要看他臉色 他被川普在旁邊一講 那我尷尬你知道嗎 他心裡咬一下 我跟你講 從此以後的半個小時 那個切牛排的那個手 吃下去食不知味啊 這就是川普啊 那麼這一次呢 就在一兩個禮拜前啊 那拜登突然宣布 種老共的多少多少相的相關的 百分之百的關稅嘛 尤其是那個電動車不是說 第一架要去搶美國市場嗎 百分之百關稅 那你知道為什麼百分之百關稅 因為川普說 如果是我的話 百分之兩百 所以拜登馬上百分之百 現在什麼意思啊 現在就是把中國當作頭號敵人 是美國現在的主流共識 比對中國強硬的 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各位年底 比強硬的 年底美國要選總統 共和黨民主黨都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我問你嘛 那麼要去對付一個狂人 就是找一個比他更狂的人 所以川普如果當選 我跟你講習近平籌子以後 大概是減肥最好的最好的辦法 對那只說解放軍啦 解放軍既然會這樣會怕嘛 但問題是他們還持續的在軍演 想要打台灣 對沒錯 那麼當然解放軍 英國最近有個報導說 他想把30萬人運過來嘛 對面有國防外交委員會的這個 等於說長期的這個專業立委 解放軍一次能夠過來 包括民用的渡輪 這些船全部能過來的 大概就是一次就是3到5萬人 我講坦白的 那麼我們的海軍呢 那麼最近成立一個中將指揮邊界的 濱海作戰指揮部 什麼呢 我們常知道陸海空三軍嘛 多一個那個網路的這個相關的作戰部隊 就對了 但是呢 在海軍下面有一個中將 護護著把濱海作戰指揮部 這一次他們的聯合力艦演習啊 其實不是你看到的台中跟這個肯丁而已啊 從宜蘭花蓮台東全部都是機動海風大隊 他的飛彈車全部都 因為我雷達不開 我雷達不開 你老公就不知道我在哪裡啊 我只要掩蔽的好的話 台灣多的是這個相關的那個工廠也好啦 鐵工廠也好 還是很多的樹木樹林山林也好嘛 老公連老公都不知道 我們的機動飛彈車在什麼地方嘛 比專業更重要 比所謂的大法官 他們的權威更重要 他們只在乎流量 不論是非 他們只在乎流量 不問流量的正面或負面 這個就是標準網紅政治學的答案嘛